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揭曉 犯罪剧情片《小丑》已入围11个奖项领跑 韩国电影《寄身上流》入围6项大奖 创下韩国电影史的记录 纵观今年的奥斯卡入围名单 由陶德菲利普斯指导的惊悚剧情片《小丑》 有望成为最大赢家 共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等11项大奖 而由昆丁塔伦提诺指导的喜剧片《从前有个好莱坞》 马丁史科西斯指导的Netflix年度制作《爱尔兰人》 和已经拿下两项金球奖的《1917》则紧追在后 各自入围10项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由凤俊浩指导的韩国影片《寄身上流》 在成为首部拿下金球奖的韩国电影之后再创历史 同时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6项大奖 取得韩国电影争夺奥斯卡的最亮眼成绩 也因此成为本届奥斯卡上最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除了上述5部影片之外 同时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还有《赛道狂人》、《吐槽男孩》、《他们》 以及《婚姻故事》等4部影片 在最佳男主角方面 除了主演从前有个好莱坞的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与已经凭借小丑斩获金球奖的瓦昆菲尼克斯之外 还有演出《痛苦与荣耀》的安东尼·班德拉斯 在《婚姻故事》中饰演男一的亚当·吹佛 以及在《教宗》的《成绩》中诠释方济各的 强纳森·普莱斯 同时入围最佳女主角的5位女星 分别是在海瑞中饰演哈里特·塔布曼的 新西亚艾利沃 在《婚姻故事》中表现不俗的 史嘉雷·乔韩森 他们中乔的饰演者 瑟夏罗南 主演重磅新闻的沙利·赛龙 以及在影片朱蒂中饰演女主人翁的 瑞尼奇威格 主演重磅新闻的沙利